大家好,欢迎回到马尔德夫现实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岛屿巴洛斯 绝对是马尔德夫最引以为好的度假村之一 作为马带最早的一批度假村 它在1973年就开业了 过去的五十余年里 它也亲眼见证了马尔德夫旅业的蓬勃发展 这个世外陶淫漫的岛屿 只被茂盛水清沙白 虽然也经历了五十次的扩建和崇装 但巴洛斯依然完好的保留了一份传统 其真实的马尔德夫精神 传奇的服务和低调的优雅 也吸引着五十游客每年都回到这里 在此工作了几十年的员工 也会以家人般的礼遇 迎接每一位宾客 毫无疑问巴洛斯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绝对值得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开启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动了手指 先帮我点个赞 你鼓励我持续对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视频 不过去我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注意分析 正式开启之前还是先来看小段九点官方视频 处理了解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我们开始第一部分 巴洛斯隶属于马代本地的酒店巨头 环球集团 而集团的历史就是巴洛斯的历史 他们也为这个岛国的旅游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旗下的酒店大都自然环境优越 特点鲜明 除巴洛斯外 它在马代还运营着七家酒店 分别为耶治岛 维拉沙鲁 库拉玛提 蒂加利 福华芬 米莱杜和坎多鲁 其中不少都是马代多年以来的热门网红岛屿 而巴洛斯目前也加入了世界精品豪华酒店联盟 SFH 终此巴洛斯团队坚持其著名的服务标准 依然在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 按照马代的习惯分析了 巴洛斯属于五星豪华岛屿 我们先来看一看岛屿的基本概况吧 先上我家小春季的酒店介绍 迅速总结 1973年开启 2018年重装 北马内环郊 快点上岛 75间房 3间餐厅 2间酒吧 公共泳池 无人沙洲 灯塔餐厅 星空泳池 特色SPA馆 健身中心 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我这里还是迅速掠过了 需要细看的朋友可以暂停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马代多年马代的哪个位置吧 上微信力图 GO 先缩小一下 这里是马内 这里是巴洛斯的位置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小岛 独占了很大的一块西湖区域 边缘出厚厚的山河脚也清晰可见 而岛尾右侧有一圈暗眼的防浪地 我们再来看看周围吧 岛尾四周并没有其余度假岛 视野很好 而上方这两个是著名的月用庄姊妹岛 瓦冰法鲁和一护鲁 从马内过来 仅需要25分钟左右的快艇 还是非常方便的 在房型方面 巴洛斯总共有着7种房型类别 军委丹安卧比数 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房型吧 还是先看简介图 可以看到装修后的巴洛斯的房间面积还是不错的 高级房型配备有私人泳池 均可入住小朋友 我们先来看一下位于沙灯上的别墅吧 从结构图中可以看到 巴洛斯的沙滩别墅均为长条形结构 更高级的房型 除配备有更加宽敞的阳台 以及私人泳池外 浴室空间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在风格上基本上还是保持一致的 我们还是通过视频简单了解一下吧 可以看到房灯堤覆盖了绝大部分的沙滩别墅 好处就是内部的西坞会非常品双 每一栋沙滩别墅卷具备茂深的植背包裹 拥有绝佳的私密性 内部设计则采用了大量的天然食材 温馨舒适 浴室结构依然遵循了马带的传统 예可在绿营下享受大自然的蛋 voyons 高级的房型在卧室上大同小异 依然是套娃的设计 浴室则进行了功能分 � 浴缸也从室外移到了室内 看不出这是一个已经有50年历史的酒店吧 因为它最近一次的装修是在2018年 所以整体硬件看起来还是蛮新的 除了这温馨的室内空间外 四周的植被是真的很棒 我们再来看看水上别墅吧 从结构上巴洛斯基础的水上别墅和泳池别墅 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阳台外的这个私人泳池 其余几乎完全一样 而这个网红水上泳池别墅 也有着低配版米莱杜的称号 因为它们都配备有这个般苑型的星空泳池 有没有觉得很像呢 我们就通过视频来看看这个水上泳池别墅吧 巴洛斯的水上别墅均建造于安静的美丽细湖之上 别墅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类似也延续了沙滩别墅那种温馨的瓦带传统设计 浴室则配备有双人洗漱池 淋浴还井浴缸等 室外阳光甲板非常宽敞 拥有极佳的事业 除这个标志性的私人泳池外 还配有多个休息区 这绝对是马尔德夫庸南水上生活的缩影 总之重招客的巴洛斯 在房间上确实给到了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因为以前的房间确实有点老旧了 新的房间再搭配上这个老岛出色的植被覆盖率 你的入住体验绝对不会差 我们再来看看巴洛斯的餐饮部分吧 这个精密小岛总共配备有三间餐厅 两间酒吧 还是先看简介图 除自助主餐厅外 还配有特色餐厅酒吧等 我们还是通过视频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自助主餐厅LINE全天开放 这是你在巴洛斯最主要的用餐场所 从带气泡酒的自助早餐到全天的用餐体验 这里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诱人菜样 为海面之上的开眼烧烤餐厅 五万餐开放 这里有提供日式铁板烧 以及经典的印度Tandori 而标志性的灯塔餐厅就在对面 这也是巴洛斯的象征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用餐场所 这里有酒窖 酒廊 以及一间正宗的西餐厅 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 你可以来到这里点上一杯香槟 感受这里极致的浪漫氛围 公共泳池全天提供清淡的健康小吃及饮料 而主酒吧SELS则坐落在一个现代的木制小屋里 这里靠近泄湖 设有日光床和吊床 是你放松身心享用饮料的绝佳场所 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些特殊的用餐 无论是在房间内 沙洲上 还是海滩边 水中甲板上 甚至是日落巡航的船上 巴洛斯都会为你安排妥当 总之巴洛斯这个机密小岛 受限于房间数量 游客本就不多 这样的餐饮配置也还是足够了 我们再来看看巴洛斯的自然环境吧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巴洛斯这原始而又舒适的自然环境 整个岛屿都位于一个巨大的西湖之中 主岛植被茂盛水清沙白 落草时岛屿外侧更是会出现一块漂亮的沙洲 你甚至可以划个皮划艇过来 附近的话巴洛斯有太多附近点了 这里海洋生物早已和人类和谐共处了 岛屿四周都有着厚厚的珊瑚礁 如果你想看海龟小鲨鱼等海洋生物的话 告诉巴洛斯经验丰富的员工吧 他们会告诉你去哪里找到它 从之像巴洛斯这种老岛在自然环境上肯定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绝对是马带本该有的样子 既然来到了马尔代夫这种回归自然原始的体验 难道不是你真正需要的吗 巴洛斯的水疗中心坐落在岛屿的中心区域 隐藏在六代花园玉与冲针的枝叶中 拥有四间大型豪华治疗套房 每间套房都配有更衣室 卫生间 休息区和露天领域 除此之外 巴洛斯还配备有众多室内体育锻炼设施 功能齐全的健身房 瑜伽亭 乒乓球桌 休息室 抬球等 都能让你随时随地消耗卡路里保持健康 巴洛斯这超大的卸物环境自然会是各类水上运动的天堂 从带玻璃底的独木舟到翻版运动 水上运动中心有着众多项目共为为游客挑选 而巴洛斯最棒的还是潜水 这里是通往30个顶级潜水点的门户 其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潜水也会感到兴奋 不仅如此 海洋中心还会有一位常驻的海洋生物学家 客人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海洋世界的所有知识 特别是对珊瑚的保卫方面 我们是需要了解并做一些事情的 因为地球母亲只有一个 环保也必将是你我的终身事业 巴洛斯的价格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小春下面给出的参考价格吧 这是一行前基础房心二家二汉早晚餐的价格 环球的酒店对于家庭游客而言 一直都不是太友好 要么不允许小朋友入住 要么没有活动价格很高 所以巴洛斯依然会更适合蜜月游客一些 其实就价格而言 淡季还是有一定性价比的 特别适合那些想要体验 纯正MARLEF的小众玩家 从这巴洛斯这个经典的马带小岛 早已名声在外了 特别是在视频中无法看到的服务水准 也有口戒备 海外各道网站媒体也评分极高 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吧 中国市场相对还是会更喜欢新一点 收华一点的酒店 但是如果你想寻求那种 纯正的MARLEF体验的话 巴洛斯这种唠叨肯定就是你的菜 好了 巴洛斯的内容基本上就在这里了 希望在选导方面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吧 之前有去过巴洛斯的朋友 也希望您能把一些真实的体验分享给了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吧 这种我们为了选导会非常重要 记得我们终止 做自己的码头人家喜不喜欢自己说算 巴洛斯皮书 我们下期见 拜拜